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扑朔迷离 有的时候大家看好的爱情似乎最终都分崩离析 而大家觉得不怎么靠谱的爱情反而能洗洁良缘成为一生的陪伴 看来爱情合适与否唯有自己最有发言权 最近一段时间小编发现了已经离婚了两年的宋慧桥 又出现在大众视线面前 如今她已经39岁的高龄了 自从两年前跟自己的前夫宋仲基分开以后 感情一直处于空窗期 这一点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话题之一 今年以来作为韩国颜值美女的她 已经从婚姻不幸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将精力放在了事业发展上来 毕竟对于一个人而言 感情有的时候可遇而不可求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是例外 最近由宋慧桥和张基隆一起出演的新剧 《正在分手》中将在本月的12日上映 再加上张基隆已经入伍当兵 所以宣传的重任就落在了乔妹的身上 粉丝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之前宋慧桥的前夫似乎也有这样的情节 这样就成了热点的话题 该剧讲述的是时尚公司 The One设计组组长 何恩引进干练和现实主义的女强人 觉得男人只是刺激自己 给予紧张情绪的东西 并不会认真看待感情 且认真付出一切 而当她遇到深受业界欢迎的自由摄影师 引在国之后 与其发生了一段浪漫的姐弟恋邂逅 或许是年龄关系使然 近些年来 跟乔妹合作的男神多数都是小鲜肉 这次张基隆也是29岁 这样他俩相差10岁的年龄差 让有些观众不免有些担心 不过那些关注宋慧乔的粉丝 却不以为然 认为乔妹看起来一直都是很年轻 所以跟张基隆合作没有违和感 在这之前 宋慧乔和前夫宋仲基也是合作了多年 一起饰演太阳的后裔 印联合国之妖 驻扎在奥克首都的联合国违和部队 所属部队特战警备队大卫流石镇 和外科医生江木烟 去到战争硝烟弥漫 疾病蔓延的乌鲁克 他们在韩国和派兵地区之间 往返相爱 在急迫状况下 依然互相关照 一点点靠近 当时该剧上映的时候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当时成了韩国 乃至整个亚洲的一部 非常火爆的系列爱情剧 因此宋慧乔也成了国人 所喜欢的艺人 而且宋慧乔和宋仲基 也成了神仙眷侣 不少粉丝希望二人能在一起 再许前缘 在2019年的时候 相差三岁的这对恋人 宣布恋爱结婚 粉丝们再次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而且当时国际巨星张子怡 还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谁知道结婚两年的时间 发生了婚变 至于内情 人们也无法知晓 这次宋慧乔和张基龙合作 人们发现他俩也是最萌的身高差 而且还彼此按送秋波 小编也希望他俩能擦出火花 你们觉得怎么样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宋慧乔全志贤动灵女神 新剧上演姐弟恋毫不违和 40岁还这么美 娱乐圈有时候就这么怪 有的女星三十几岁就演别人的妈妈 有的女星四十几岁了 跟青春偶像剧 全志贤和宋慧乔 就是后者神一般的存在 1981年出生的全志贤 今年刚好40岁 但是从32岁的来自星星的你 到34岁的蓝色大海的传说 再到现在40岁的智义山 全志贤的脸好像一点都没变 好多人都说 全志贤是自己唯一喜欢的寒流明星 大概还得归功于 她的纯天然和洒爽气质吧 从最近媒体披露出来的照片和视频来看 40岁的全志贤 仿佛又美出一个新高度 皮肤紧致 身材高挑 气质迷人 最重要的是 女神当年那股天不霸地不霸的气势也还在 所有人都说 这大概就是大家一辈子的野蛮女友吧 说到美貌 十几年如一日的不变 除了全志贤 还有一个宋慧乔 宋慧乔最近马上要播出的爱情剧 现在正在分手中 同样是1981年出生 40岁的宋慧乔 在新剧中 与小11岁的张基龙上演姐弟脸 从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粉丝直呼 两人很有CP感 宋慧乔一直是温婉女神的代表 即使如今已经40岁了 但是她还是大家心中的乔妹 夫如宁之 神情雅静 永远都是纯良的小白兔呀 宋慧乔的新剧 现在正在分手中 还没有开播 从剧情介绍和预告片来看 这又是一部主讲爱情的偶像剧 剧情不会有太大的心意 不过还是有很多粉丝 期待这一部剧的 别的不说 光是男女主的颜值 就很值得一看 整部剧的氛围感也拉得很满 在这寒冷的冬天 看一部甜甜的爱情剧 给冰冷的天气 注入一丝温暖的甜蜜 不好吗 全志贤的新剧 志异山已于近日播出 志异山的剧本格局 比现在正在分手中要大 故事背景设置在著名的志异山公园 讲述的是护林人不畏艰难 忠于职守的故事 全志贤在剧中扮演经验丰富 性格孤冷的护林女神 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但是编剧和导演的能力实在有限 志异山剧情硬伤太多 很多故意制造的悬疑 简直是虎头蛇尾 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也很多 目前为止 观众都表示完全是因为 全志贤的美貌才看下去的 如果剧情再这样混乱下去 估计女神的美貌也拯救不了了 要说全志贤出演的剧本 从来没有这么拉垮过 20岁的她 一部《我的野蛮女友》 奠定了她女神的地位 谁会不想要这样一个长发飘飘 唇红红纸白的女朋友呢 何况还那么爱打人 来自星星的你 全志贤凭借自己的美貌 硬是把一款只有她涂了好看的口红带火了 当所有人都纷纷涂上美美的心理色 才发现口红好看的完成度也要靠脸 蓝色大海的传说 所有人心中的美人鱼终于有了真实的脸 全志贤的脸 虽然这条美人鱼有时候憨憨的 但确实招人喜爱 此次《志一山》 看得出来全志贤是想转型的 只是剧本实在不够强悍 希望后续能够有所好转吧 也希望女神下次挑剧本的时候 更要睁大眼睛好好选 再出一些神作 在挑剧本这方面 宋慧桥就很稳 因为她基本只挑爱情剧 最早的蓝色生死恋 开启了韩剧的一个新时代 从此韩剧要是不车祸 不生病不错过 都不叫韩剧了 一部浪漫满屋 人们发现原来不虐的爱情剧也很好看 这种先婚后爱捆绑情侣的模式 也是后来众多影视剧本模仿的对象 后来的《太阳的后裔》 粉丝们追CP从荧幕追到现实 男女主给的糖一颗比一颗甜 当然后来也一颗比一颗苦 不过总的来说 宋慧桥的爱情剧从来没有让粉丝失望过 万年不变的美貌 也让她不管与谁搭档都感觉很配 如今 40岁的全志贤已经结婚9年了 她的老公是金融界的才俊 配女神也只能是勉强配得上吧 而40岁的宋慧桥 在经历多次英戏生情 甚至在拍摄《太阳的后裔》与男主宋忠基甜蜜结婚 后来两人又遗憾离婚后 目前处于单身状态 不过女神有颜有钱 事业还蒸蒸日上 也是让人羡慕了 岁月从不败美人 希望不管多少岁 女神们都能保持优雅的状态 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 可惜 敬美人 黄居 欲望 这里 光的 是 感谢观看